这种科技木我们普通人能不能修 你先看我操作 用油漆调好一个灰色的去上色 就用这种小毛笔去上 防止这个面积上大了 面积上大了之后 它的纹路特别难做 科技木的纹路你懂得 又细又直 密密麻麻 所以说面积尽量小 然后把这个底色上完之后 深了我们就上浅 浅了就上深 这个也是一个反复变色的过程 然后呢 再用这个木纹笔去做纹路 这种木纹笔的话 它是有六个颜色 跟铅笔类似 所以说 能用这个尺子去画 这是白色 褐色 黑色 我们用黑色的去画 就这样子画 画一下 我们看一下效果 画颜色 之前我们不要喷面漆 喷了面漆的画 你这个颜色 就拿上画上去 因为面漆它是光滑的 可能说还是油性的 万一你喷了面漆的画 我们拿一千的砂纸 再去打磨一下再画 又可以画上去 因为这个比较粗糙了 最后呢 这个木纹笔 你画的重 它颜色就深 画的青颜色就淡 轻轻的在上面画它 就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 这个是我画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特别适合 我们快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